MING PAO TORONTO 我們現在收看的是餐單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仲祥 餐單時光會客室由公視新聞一體中心PNN 公民行动已经记录资料库我们联合制播的网络视讯的节目 我们会希望透过人物的专访来让大家去了解在一些争议性事件背后 我们更需要去关注的一些议题 以及这个议题背后所涉及到一些法律制度 甚至在整个结构或是文化的问题 那我想最近这几天大家都会在电视新闻上面看到 这个反连改的这样的一个争执跟争议 那反连改当然我们其实除了看到这个冲突的本身之外 我觉得一个更值得我们去注意的一个部分 当然就是在于整个台湾的年金制度的改革 它除了去检讨现有的这种所谓的年金或是退休金的制度之外 其实更重要的是要去把整个台湾的税机 或者是整个财政分配去做一个更妥善的改变 例如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去增更多的税 然后让这些大家的得到的这个退休金或是年金 它都能够相对之下能够更平等的更稳定的 那当然也有现在的这个所谓的制度上有任何的问题 也必然必须是做检讨 但是很可惜的是我们在看到这部分的讨论并不是那么的多 我们看到比较多是在于所谓的 因为这一次有很多叫做警销不服从看到的是警察 跟这个抗议之间民众的冲突 甚至也有人会说啊这个警察 这个其实也都面对这些所谓的学长啊 或者通常就是比较客气比较手软 那当我们看到这个过程当中也有警察被这个拖到这个群众当中痛 甚至不管是群众也好或者警察都有一些受伤 所以警察在执行这个大行勤务的时候 其实也是充满了各式各样的风险 我们再把时间稍微的往前看一下 就是我们也看到的是在国道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车祸 当然也看到除了这个过劳的问题之外 也有远景因此而这个伤亡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当中要从这两个事件开始来跟大家谈一下 在台湾的警察所最近这几年面对的这个承抗大行勤务 这个管制的范围越来越广 以及他们在平常执行的时候 可能会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跟困难 今天来宾要跟大家邀请到的是 警察工作权益推动协会的王伦宇来跟我们谈这个话题 伦宇你好 管老师您好 非常谢谢你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那我想先请你可以跟我们简单的谈一下 在从这个国道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事件 我们看到有同仁因为这个执行的时候 受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严重的重击甚至死亡 当然我们也 我自己在高速公司上面 常常看到有很多警察在执行的时候 是面临到很多的危险 例如说他可能必须要走到这个 从路间走到慢车道 就是所谓外车道 然后去拦检下来 或者是有其他开车非常快 不晓得在一般的警察在这样的一个执行 不管是他的平日的一个所谓的派出所的这个工作 或者是国道警察 他们通常都会面临到什么样的困难 或者什么样的危险呢 像以国道为例的话 那最主要就是因为他们是在一个高速行驶的环境 然后要去做这样蓝茶的动作 那当然就是会增加他们遭受车辆撞击的风险性 所以这个部分之前我们也是有在讨论说 那是不是应该要去增加 就是以进行举霸方式去避免 导致会这样的风险产生 那毕竟我们要降低执行风险 那这也是我们希望能够去关注 要改善劳动条件的部分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不是有看到很多类似在国道上面 会有一些测速器吗 或者是其他的这种做法 但是我仍然看到有很多警察在路边 真的在国道上面直接的蓝检 那难道这个没有办法就直接用刚刚谈到 这些所谓的比较科技的部分来解决这个问题吗 关于像这样交通工程的话 这会算是他们上级 他们可能会有他们的考量 或者他们预算的编辞问题 那像之前我们的话我们有建议的历史说 类似可以像参考台北市 或者说能够用电子举发这样类似 可以去缩短远警在举发上的时间 或者是说像管老师您说的 去增加进行举发的设备 对所以那这个对内政部来讲 或对警政署来讲 这是一个困难的事情吗 对我们来讲好像说 你就花钱买的这个器材不就可以解决 然后也可以让这个警察同仁可以在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底下去执行请务 那这个真的有那么困难吗 在纵观相关的规定 在最早之前 他们交通部在做举发 在做举发违规的部分 他们是希望远景的拦举建树 是要超越进行举发的建树 他们对此来讲 他们提出的观点是说 希望能够以远景拦查 然后直接的举发民众 可以让民众可以在及时的了解他们违规的太阳 而不是说等到之后收到进行举发的通知 这样的话是没有个及时的效果 当然交通部在后续 他们在这次发生事故之后 他们也曾他们也发表声明说 这样的规定是已经废除了 但是我们也是可以从一些国道远景 他们在网路上或者是说一些管道上面 他们透露的讯息也是指出 他们的确他们是仍然是有在要求 他们要去有这样让拦查举发的勤务 在勤务上要去加强拦查举发违规 所以其实在实际上面 有些同仁反应还是有这些直接拦查的这种状况 当然有些东西可能必须要透过拦查 有些东西如果它是可以在科技上面可以去解决 或者是刚刚谈到进行举发的这个部分 当然要尽量的改善 那其实在整个最近这几年 其实这八年来在国道的这个远景 在执行勤务已经有4033商 那这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国道上面是一个比较 相对比较危险 那在一般的这种所谓的派出所 或者是在一般的这种所谓的分局 在执行勤务的时候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跟困难吗 首先是与国道相同的是 我们一般派出所远景同样也会在路肩执行 或者是说要去类似要以扩大领检这样去限缩车道去摆放 那过去也是有说不管是他可能也同样是疲劳驾驶 或是久后驾车 或者是说可能是他拦检不停的冲撞 在过去新闻也是时常会看见 那再来是说派出所远景所要处理的就是一般民众110报案的事故 我们到现场去处理 那通常民众他们会报案 必然是他们可能是不愿意接触 或不愿意靠近的事情 那可能有些事有充满的是风险性 或者是有危险性的事件 不管是说例如是群聚斗殴 或者是说什么有火灾 或者是有什么瓦斯外泄 或者是有哪里的毁损 或者说可能有精神异常的患者在倒视 或者是说有其他的各种可能是持有危险物品的人 那通常都是派出所地线远景要去处理的事情 那通常我们接过110报案的话 其实是一个简短的讯息 很难去描述说整个现场的整个全景 能够让我们理解说我们现场面对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可能连报案地点都是不够明确的 像以去年台大来讲 他们现场远景就是不知道他们缺起案发地点 或者是说在可能我们远景到达现场 现场可能是其实是有超过二三十个在现场闹事 那我们其实是单凭你们的警力其实很难在第一时间去做完整的处理 这的确我们可以看到在执勤的工作上面是充满各式各样的风险 特别是刚刚提到的是民众会报警 就是有一些是民众没有办法去处理的问题 可是没有办法处理的问题 我们当然知道警察有一定的训练或是有一定的装备 但是在现场的状况一样会有这些看不到的或者是没有办法预估的这些情况 那这当然就是一个必须要特别的谨慎 或者在制度上面怎么去彼此的协调或是彼此改变的一些问题 当然除了这样的一个执勤上面 我们知道最近这几年开始有很多的警察 开始对这样的一个目前警方的这种所谓的执勤时候的劳动条件 提出了一些抗议或者是提出了一些这样不一样的诉求 我们也看到这个内政部其实也做了一个某种程度改革 例如说前一阵子内政部废除了这个家务访查 这个所谓的查户口的这样一个工作 那我想要请教来宾就是说 在最近这一两年这几年我们可以看到 在相关的单位包括你们也提出了一些诉求 你们的这种所谓的勤务的这个所谓的出勤或者勤务的内容 有因此而做一些改善或者是调整吗 就以家务访查为例的话 在我们协会一贯的主张是说 希望能够尽量让警察回归到本业 那尽量减少是说 将民众会可能会去干涉民众的一些 就频繁打扰民众的一些行为 以家务访查为例 在去年有被提及的就是那个台大的李教授 他在遭到女 有一个去po文说有女警这样任意访查他的事情 那在这部分其实这个任意访查这件事情 对民众也是一定的警察全权的行使 那所以这方面在过去我们就提出是说 希望能够让警察去减少这类的勤务 或者是说能够让警察去 可以把原本的重心回归到其他的正常的工作 不管是治安或交通上的工作 那有关于这次内政部修正规定 他们是将家户访查办法 然后修正为一个警情区查访办法 但是他们仍然是有这样的勤务编排 然后他们也只是说 原本规定说一个下线 每个月要20小时的查访时数 那变成是授权各分业执行决定 那像我们所了解到很多分局 他们也是维持一样的规定 那就是配合他们业务组的作业方式 那为什么会维持规定 不是已经要去取消这样一个做法了吗 算是 会就是借由家户访查这样的情务 要去达成某些他们业务上的需要达成的效果 或者是说他们在对于这个执行 这个情务上的话 可能有其他的考量 或者是说觉得这样子说 他们是方便作业的 那在这种所谓的薪资待遇的改善 例如说我这边有一个数字 就是内政部推动警察人员 警情加击这个加成给予 那任职国道的公路局的警员 他每月的除了警情加击 新台币有8435元之外 再加六成给予这个5060亿元的危险加击啊 同时这个前阵子这个警方也表示为了体恤警察人员 也把这个警察的心奉从500元提高到525元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你们的薪资在最近这几年有一些改善 或者在勤务加击的部分 其实也跟以前比起来是相对比较好的待遇 以提高奉点来讲 那最终就是知道我们持续要升到最后的时候 那525其实也就是那么一瞬间的事情 那至于其他的勤务加击 他们也的确是说 要去严理各种危险加击 不管是什么时候有新闻时间爆发出来 可能就会真的说 那我们要针对这方面的警察要去做加击 但是以我们协会的立场 我们是希望能够减少劳动风险的产生 而不是说你事后还跟我们说 我们有个加击来 那之后就请你们聚集接受这样的劳动环境 OK 这当然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不过如果回到现实的状况来讲 这个加击它的加击的方式是什么 例如说有些单位的加击 它当升级调薪或者是加击 它很会到了一个上限 或者是这个加击 虽然看起来是有加击 的实际上面这个加击的比例 或是它金额是很少 连这个东西都不合理 恐怕也都很难谈到 您刚刚提到这些劳动条件的部分 是 像我们所知道就是在 不管是在像去年世大运这样的大型活动 或者是说像承抗活动这样子 现在他们编列的所谓大型活动奖励金 他们都是有每日以及每月的上限 然而像我们所知道的是 很多来支援勤务的人 都是可能是从外地外线市调过来的远景 他们可能整日的浮行时数就可能超过18个小时 但他们其实在每 现缩的每日上限的话 其实是没办法去负战到这个部分 对于是很像有大量远景师在做白工的 所以你的意思说很多的远景事实上在执行大型集务的时候 他都是从别的县市调过来 而这个调过来的过程 其实当他是在所谓的赶到台北的这段时间 其实他的时间就非常多 但是他并不会算在那个加紧里头吗 是 OK所以加紧是到了这个现场在实际执行集务 他才是开始计算 应该是说因为他每日编排勤务就是这么多的实数 然后能够勤领的金额就是已经有个上限了 所以就算我到达这个上限 那我之后多出来的实数 那我依然就只是我付出的劳力 而不是威祸着相应的酬劳 所以就是说即使把那个通勤的时间加进来 你每天还是有一个加紧时间的这个上限吗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每天加紧的时间上限是多少 或者是有整体的这个所谓的金额的这个天花板吗 据他的规定的话 每日上限800元 而且每月上限的5000元 那在这方面可能如果你今天当日执行4小时 可能就整个就是到达上限了 那像这样额外讲一定的部分 其实像过去我们前卫所提到的加班费的部分 台北市远景来讲 其实很多人都是在停休或是大量的可能当日 就会因为因应勤务而长时间的执行 但是以我们加班费而言 每日也是4小时为上限的话 那其实很多远景都是没办法去 没办法去获得所谓我们付出的劳动而得到的酬劳 当然有些人会觉得说警察就是一个公务机关 公务机关为人民服务好像是应该的 那为什么还要再去计较这个所谓的加级跟劳动条件呢 不过回到一个现实的状况来说 不管你是一个在一般私人企业也好 或者在所谓的公务机关 劳动就是你付出的时间 做工的本来就应该得到他该有的工价 并且他应该是合理的 那不是所有的东西都用做功德的方式去处理 或是要求这些这些所谓的做公共服务的 这些朋友们都必须自己吞下来 那当然我们看到最近这几年的 整个国家政府在于对于大型的这个抗议 那甚至有时候他不是很大型的这些抗议的事件 我们看到那个所谓的防备是升级的 那个所谓的管制区域更大 这样的一种升级跟管制区域更大 那对于警察的影响是什么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回过头来再讨论这个问题 欢迎收看本周的大原载报新闻 在团体24日冰粉八路包围立院展开突袭行动 群众拆除去马 护栏还企图以绳索扯掉立院大门 与警方发生多场冲突 长迷一路失控 过程多名抗议成员和警察受伤 也有多家媒体记者遭到波及 当天包括蓝营洪秀柱与黄昭顺等人 前往立法院外深渊诉求 八百壮士副指挥官吴思怀 则在晚间10点对殴打事件公开道歉 表示将组织纠察队维护现场秩序 到26日清晨为止 立法院外仍有400位反年改人士 彻业留守 全国传播媒体产业工会 隔天召开记者会 要求政府及承抗团体负起责任 维护记者安全及新闻自由 内政部长岳俊荣则强调 对暴力行为将延办 至于赖魁指示将研议袭警罪 法界认为已有妨害公务罪可以处理 针对个案立法恐会破坏法律 议题适用性 也会造成侵犯并大化 军人年改 26日进入院会审查 最后在蓝营贝格下修会 担任赵伟的绿营立委王定宇 则表示 年改进度不会受到影响 日前国道发生疲劳驾驶三死惨剧 27日上午工商协会出面抗议 认为劳基法法金太低 主张修法增加雇主刑则 以改善各产业过劳情形 但目前愿意表态加入了 连署立委任少 还差两名才能成案 而抗议当天 医改会也发表声明 要求各党团尽快承诺 门会其三毒修正医疗法 并通过抢救血汗医疗条款 认为医护过劳的问题 也同运输业有关社会安全 改善劳动权益不宜再托 23日深夜新北市系直区 有上百名越南籍移工 不满宿舍空间狭窍 薪资遭苛扣 并多次向仲介反应未果 决定挺身抗议 隔天上午劳工局 接入调查后 认为住宿空间不足 要求限期改善 否则将财罚6到30万罚还 至于薪资扣款 确实有超收情形 新北劳工局也将召开协调会争取 移工代表表示 住宿费加餐点费 每月被收取3900元 本期费每人另外缴400元 严重苛扣薪资 使他们根本无法寄钱回家 而空间方面 则是平均每层楼 约几近120名员工 却只有两间惯喜室 住宿环境相当不良 当晚第一波抗议 赢人数众多声音吵杂 警方获报后到场关切 移工也透过直播串联分享 24号凌晨 第二批刚下班的移工 又再次聚集抗议 针对移工住宿安全 虽有法律规范 但楼工团体指出 许多仲介公司 借由安排住宿从中剥削 而地方劳动单位房市 却只在入国室检查一次 后续少有追踪 此外各地的房市员 也只有两位数 显然难以全面检视 劳动力发展署回应 针对房市员能力的问题 近期将开会讨论 您现在收看的是灿烂时光 会客师 我是节目主持人 管中翔 我们在上一段的节目当中 跟大家谈到了 在这个所谓的警察 执勤勤务的时候 他可能会遇到的 各式各样的困难 以及在目前整个警察的 这种所谓的待遇制度上面 有哪些可能还是不足 有哪些是疏漏的地方 当我们在谈这个议题的时候 我们是从这个 八百壮士反年金改革的 这个抗议的行动 来做这个开始讨论 当然我还是要说 反年金改革 其实对于这群人来讲 其实可能是非常沉重 因为可能他反对的是一个 在他们自己本身 所面临到的这种 所谓的薪质待遇 减少的这样认同 或是不认同 合理不合理的问题 那未必是真的反对 是在整体的年金改革 那年金改革 他必须是整体的看待 而不是只有看到 这个比较不同的族群 他们在心智上 待遇上面的这些差别 跟检讨而已 这当然是需要检讨 不过更大的问题 是整个台湾的税基制度 台湾的这个分配制度 恐怕是出了更多的问题 但很可惜 我们看到在政府 在这个部分 相对之下 并没有太大的积极的作为 不过在刚刚的 大圆仔的报新闻当中 也有一件事情 跟这两天的抗议是有关的 因为很少会看到 在一场大型的抗议行动当中 有这么多的记者挂彩 被这个抗议的群众攻击 那我们当时看到 这个以往在抗议现场冲突的 这种例子非常非常的多 可是这样的一个是很罕见 那我必须要提出一个呼吁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抗议的过程当中 任何出来抗议的人 我觉得他都是在从事公共事务的 从事公共事务的人 他必须要坦然的面对所有的监督 因为出来混的就是要被监督 而不是用这种方法去攻击警察 那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 对新闻自由非常严厉的这种侵犯 我们也要对这样的一群人的做法 提出一些谴责 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今天要跟大家谈到的是 这个有关于这个警察 所面临到的各式各样勤务的问题 跟我们一起在现场聊天的是 警察工作权益推动协会的 王伦宇 伦宇你好 关老师您好 刚刚我们在上一段节目当中 有提到的是在警察 大家要执勤 很多的大型的活动都在台北 所以很多的远警 他们都可能会从台北以外的地方 甚至从中南部 就大量的远警调到台北来做 这相关的资源 我们看到有一个现象 在节目当中 其实在其他的集的节目当中 也提到了 就是台湾最近这一两年 这个所谓的 承情抗疫的行动 也比过去可能看起来是比较多 但是不管多或是少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 政府或者警方在对待 这些承抗者的这个规格 其实是越来越高 所以很多人常会看到立法院 周围在这个 或者是在这个警察 在这个所谓的 总统府的周围 行政院周围 皮特伯瓦特区 变成是一个巨马大展 这个巨马大展 或是这个承抗的范围 管制的范围越来越大 这对你们警察的影响是什么呢 首先的是说 像你说关于说 管制区化设 那就像媒体所报道 那可能就是在逐渐来扩张 然后他们派遣的 勤务的人力 也是的确是在增加 以我们协会统计过往 警政署公布的数据 在过往甚至是在学运期间 那时候的承抗群众 承抗人次是达到了历史的高峰 但是当时的出勤远景比例 仍然是警民比 仍然是不会超过1比5 然后我们再看到去年的数据 去年相较于之前 其实承抗人次是相对的 于是低点 但是我们的初期的警民比例 却是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点 大概相近于 大概1比2的状况 显示是说 在面对这些承抗 或者是各种的活动 他们已经是习惯大量的派遣 我们基层警力在于前线 所以这个派遣的过程 你们通常都是临时才会知道 要去来做这相关的资源吗? 通常就是等他们请务规划 然后会下通知 可能说在需要哪个机关派遣 多少的警力到达现场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警察当然 如果这个承抗的 有时候这个抗议 其实大概就是开一个记者会就结束了 当然就比较小型规模 他可能会在官署前面 可是有些抗议 他们的人数虽然不多 但是他的这个所谓的范围管制很大 那也可能是因为他的强度比较高 这个强度比较高 例如说所谓的八百壮士 这个抗争的这个强度是很高 或者是过去的太阳花的血运 这个冲进去的这样的一个行动的 抗争的强度是比较高 那另外一点是像之前的这个有关牢基法修法的强度也比较高 为什么因为他可能是有几名的立委 或者是有一部分是在街头上面 这种类似街头游击战的这样的一种抗争的行为 那这抗争的行动基本上来讲 因为他强度高 所以需要的人次比较多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们有任何的休息或是替换的这种方式吗 我有看到一些报道 你们在现场可能可以有人帮你们煮粥 准备宵夜 有一个休息的区域 这些东西是够的吗 其实在我们在过去针对限制员警区做访谈 那了解到很多时候 他们可能是他们各地方 他们指挥官各自的规定 他们有时候甚至是没有办法轮替休息 那在物资的补给的话 有时候物资补给很难到达去在冲突的前线 像我们也可以去透过了解是说 像去年石大云的情况 很多在前线的警察同仁 其实都是没有获得相对应的补给 可能直到下到九点十点才能吃到晚餐 然后相对应的是他们在过在这些越来越去扩大使用区嘛 把它架升架高的情况下 那我们也是希望说那如果你今天已经大量使用主裁的话 那是否能够去再做警力的使用 自己应该是可以出的获得一个检讨 但是其实并没有嘛 就是这个范围大 然后这个工具还越来越多 刚刚你刚刚讲的 是警力也是越来越多 是 因为我们会希望是说 你使用主裁的话 那就基本上是去架设在 就去阻挡在我们 就是已经要降低我们人力的使用 但是我们可以从很多现场画面看到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把 依然是会爬一群人 爬一排人墙在主裁面前去保护的主裁 那其实 那其实 我们看到这些很多的推积的过程 那其实也都是因为导致我们远景 已经是在前面的冲突 也没办法再去做一个 有空间再去做一个反应的状况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围的范围越大 你反而需要的人力越多 因为你可能还要去保护 这些所谓的主裁 保护这些巨马 这些蛇龙 可是在现实的状况底下 那这是政府觉得 他可能因为某种的恐惧 或者是他可能会要防范 某些的这种冲突的发生 所以他势必要去调动更多的警察 可是警力就是那么多 那所以你们的执勤的密度 就会变高 时间会变高 那怎么办呢 那难道你要叫政府说 你不要派这么多的警察 来去管理吗 政府可能也不会这样想 你们大概也很难 这样子去表达吧 相对应的是说 如果我们已经从 了解到说 去年开始 逐渐的去提升警力的使用 但是我们看到 是冲突现场的情况 其实还是很难够去 完全的去处理 现场的冲突 或者是说你需要去降低这个执勤造成民众阻碍的部分 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去从原本去针对勤务的实施方式去做个调整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部分 可以比较明确的说 假设由你们来建议 从第一线的警察来建议的话 那在勤务的调整上面 政府可以怎么做 首先是说 我们是说能看主裁的使用 是说应该是要能够让原警获得保护 像我们常常看到的就是 可能就是把原警配置在主裁前面 或者是说 可能就是就算是有没有那种 就是防止抗疫群众去认指鸡蛋那种 所谓的王子 通常也都是放在后面 去报复的机关 如果要去减少前线原警的受伤风险 那我们应该是要真的去来加强这些防护 而不是说我们把原警放在前面 然后架着盾牌 这样的话一定是会受到 这样的话一定是会受到这些推提的伤害 对 所以这个是不是一个最基本的 在部件上面 在人力的安排上面 可以最简单的方式去做一些解决 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警察的问题 绝对不是只有成抗 包括这个所谓的绩效的问题 我们过去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谈过 那我们也看到 警公推这样一个团体长期以来 在推动这些所谓警察的劳动权益上面 是不遗余理 可是其实像你今天来这里录节目 其实你刚刚在中间告诉我们说 你的精神不太好 因为昨天已经工作到凌晨了 实在是有点不好意思 让你这么辛苦来的谈这样一个话题 那可以简单的跟我们讲一下 你们在平常工作的勤务有哪些吗 那个工作的时间劳动条件 是怎么样的一个不合理吗 通常以一般的机关来说的话 一般我们因为我们的勤务条例设定 是来说是平均远上班8小时 但是其实大部分各机关编排 都是以每日12小时为原则 在做勤务的编排 那中间统修时间可能 就是班与班的间隔时间 可能只有8小时或10小时 那其实相对应我们 因为我们勤务这样高张力 或者是需要很多的体力精神去处理 相对应的休息时间是相对应的介绍 那一般我们在执勤的话 通常就会是可能就是 不管是巡逻或者是守望 或者是说获检 灵检 可能都会是需要去面对各种 可能突发状况 那很多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说 原刑在处理事情上 可能就是因为他的精神不济 而没有办法去做一个 很快速的直接的应对 那关于在说要去针对警政 去做更多的改革 我们在协会去年 在司法改革国事会议 也有提出说要要求 警政署去成立一个 绩效管理委员会 以及效益训练委员会 并且是获得会议的通过 那我们在后续最重要解 可以知道在这方面的进度 是稍稍延迟 我们也希望能够 他们能够让我们有更多基层 去参与决策的机会 能够去增加基层去参与委员会 委员会的决议或者是投票 并且有相关的救济程序 我相信这是对于警察 不管是绩效或者是勤务业务 都会是更好的发展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就不管是刚刚谈到 各式各样的问题 或是之前谈到的 绩效问题 或是在整个劳动时间上面 其实都出了非常大的状况 当然我们刚刚也讲到 警工推花了很多的心力 在推动这样子的警察改革 可是说实在的 你们毕竟是公务体制的一部分 而且在这样的一个警察的体制里头 那个内部的文化 或者是这个所谓的学长学弟制 学长学弟的关系 是非常非常密切的 我可能要慢慢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在推动的过程当中 你们会有任何的压力吗 或是你们怎么去面对 这可能来自于各式各样的一种压力 应该是说远景在参与这个社会运动的话 本来就会有很多的顾虑 因为毕竟我们从开始 在接受警察养成教育的时候 就已经是一个比较权威式的管理 要求的是纪律或服从 相对应的是 我们也没办法去直接的去表达 我们在遇到的问题 那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透过 以社运的方式去结合民众 或者是说能够与社会的交流 能够让民众来了解警察的状况 进而能够让我们有基层 也能够去反映出我们的意见 我们至少说希望的是 警察制度是一个 能够让我们跟上级互相去沟通 然后去创造一个可能双赢的局面 那不管警察 不管是诸如勤务 或者是绩效 或者是业务 其实都有很多需要改善的部分 或者是说能造成我们警察 没办法去专注于 我们原本应该会去付出的部分 那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透过 不管是我们在参与各种的活动 能够求的改善 这的确需要有很多的民众来支持 但是其实这个对很多的民众来讲 如果对警察有某种刻板印象 它其实对他们来讲是有点困难 不过说实在的一个警察的 这种所谓的劳动条件 不管是什么样的工作 他是不是警察 他都应该是一个最基本的保障 刚刚也谈到了一个部分 在传统上面警察的 跟这个所谓内部的关系 通常是学长学弟 或者是一个比较纪律严密的这种关系 可是在不同的时代当中 是不是有其他的这种所谓的沟通的可能性 或是有所谓共创商 你的机会 也是很多在做警察改革 或者是我们的政府 都必须要去关注进一步了解的问题 今天非常谢谢伦宇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那不好意思 还是跟你道歉 就是让你这么没有什么休息 就赶快来上我们的节目 那希望你可以好好的 有机会还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那有机会我想要再请教你相关的问题 非常谢谢伦宇 下礼拜我们空中再会 拜拜 谢谢关老师 翻过了时间 爱来不及发现 潜在手中的幸福小续不见 心中的黑暗 掩盖了希望 忘记要相信 生命的动力 是原子谋 万千走 继续带去梦想